家里猫咪生了一窝小崽子 一旁的小猴子却急得不能行 一大早就劈点劈点地跑过来 他慢慢凑到猫妈妈的附近 在得到允许后做到了猫妈妈的神殿 小猴子叫塔塔 是一只被猫咪带大的小猴子 自从猫妈妈分别之后 他就主动担任起了照顾小猫仔的责任 哈卡用他的方式检查着这几只小猫仔 看起来他很喜欢这些小家伙 可比起这些小猫仔 哈卡更喜欢猫妈妈 他朝着猫妈妈的额头上亲吻了迹象 看着平日里和自己一样 活活活动的猫妈妈这几天去虚弱 哈卡别提有多心疼啊 他转身离开了这里 准备给猫妈妈 偷一盒主人的酸奶来点灭 他一路小跑来到主人的房间 熟练地打开柜子 里面放着的是一整柜子的零食 他挑选出了一盒自己最喜欢吃的酸奶 然后捧着他来到了厨房 找到了吃酸奶的勺子 然后朝着猫妈妈的房间一路小跑 他坐在猫妈妈的一旁 开始尝试用俩咬开酸奶 看着卡卡熟练的动作 看样子平常没少偷吃酸奶 这是卡卡最喜欢的食物 但他却把打牌的酸奶交给了准备 他想要和猫妈妈一起分享这份美食 也许在他的心中 猫咪早就成为了自己的妈妈 吃饱喝足的他们像是一家人一样躺在猫屋里 小猫仔对卡卡的气味并不感到陌生 安心地躺在卡卡的身边 一想活泼好动的他在这些小猫仔面前醒得格外安静 生怕自己的鲁莽弄烧了这些小家伙 自从猫妈妈分离之后 卡卡几乎从未离开猫妈妈的身边当过 像一个称职的保姆一样陪在猫妈妈的族 这样的小猴子你爱了吗